在我国克伦祥华门号出海送货 行驶至伊朗南部海域时 不幸遭遇海盗的劫持 船上的28名船员全部被控制 生命遭受到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威胁 这群海盗为何要挟持我国霍伦呢 28名被劫持的船员 最终的结局到底如何 他们可以顺利脱险平安归来吗 点个关注 以及走进祥华门号背后的故事 2012年4月6号 祥华门号和往常一样 行驶在广阔无垠的大海上 执行着运输货物的任务 船上的28名船员也都充满看见 因为这次运输完成之后 他们就可以顺利回国同家人团聚 但谁都没有料到 他们即将迎来人生中最难忘的惊魂9小时 正当祥华门号途经阿曼海时 船上一下子就紧张了起来 因为在阿曼海海域附近 经常都有强盗出没 他们阴险狡诈 是才如命 对过往的货船都有着十分大的兴趣 为了满足自身的资源供给 海盗会专门挑那些 进行运输任务的大货船进行劫持 这足以让他们大发横财 而现在的祥华门号 就是海盗眼里的一块肥皂 因为祥华门号并不是单纯的运输货轮 严格来说 它属于一种杂货船 为了更加方便船员停船卸货 祥华门号的甲板相对来说较低 但这同样成为了它的命门所在 海盗强行登船也变得不那么困难 近些年 海盗截止货船的事情就屡屡发生 但他们并不敢对我国的货船下手 再加上行驶的这条路线 祥华门号已经走了很多次了 早就轻车熟络 想到这几点 船长紧张的神情就有了一丝放松 但目光依旧是死死地盯着远处的海面 正当祥华门号即将驶离阿曼海 进入波斯湾海域的时候 众人最不想遇到的事情发生了 一位船员此时恰巧站在甲板上环顾四周 亲眼看见在不远处的海面上 赫然有几艘快艇朝货轮的方向驶来 依稀还能听见快艇上的吼叫声 起初船员还以为是自己的错觉 眨了好几下眼睛 后友进到船舱 拉上了另外一位好友出来一起观察 事实是他们都没有看错 海上果真有的几艘快艇蜷锁而来 船员心知大事不好 拔腿就向货船驾驶舱跑去 将此事汇报给了船长 虽说船长已经出海多年经验极其老道 但他这也是第一次在执行郡输任务时遇见海盗 心中难免有些慌张 但船长很快就将情绪稳定了下来 他的背后还有船上的27名兄弟 其中步伐第一次出海的新手 他们必须要团结一致携手迎敌 而他们作为这艘货轮的指挥员 更是如同主星谷一般的存在 船长迅速平静了内心的情绪 果断地辨别出了 此时海盗快艇距离货轮的大概位置 并立刻致电总部请求支援 在我方接到求救电话之时 便立刻启动了应急预案 无奈实在是相隔太远 不能及时地进行救援 我方便立刻与伊朗及其军方进行了沟通 伊朗也非常耿直 立刻出动了两艘军舰展开的救援行动 但由于相关的法律规定 货轮不能携带枪支弹药 所以祥花门号的28名船员 只能赤手空拳地迎接海盗 这时有人提出采用手边的工具 制作简单的防身武器 但船长立刻回绝 因为此时海盗与货轮的距离实在是太近了 留给他们的时间并不多 船长率先下令 立刻停止对货轮的供电 并锁死对外的全部门窗 所有人迅速撤离到安全舱内躲避 货轮进入一级进阶状态 就这样 随着电力的中断 祥花门号一动不动地停在海面上 甲板也没有任何船员的身影 4月6号上午9点15分左右 九名海盗驾驶的快艇 没有任何阻碍地靠近了祥花门号 由于甲板上没有人影 所以海盗们熟练地使用绳子顺利登船 九名海盗中 三人右手拿枪 左手拿刀 一人扛着一把火箭筒 自然持有冲锋步枪 由于登船出起的顺利 海盗上船之后非常地嚣张 在甲板上肆意开枪示威 随后便在船上四处搜寻物资 但在一番搜寻之后 海盗们白白浪费了时间不说 还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物品 最关键的是 船上居然没有看见一个人 这令他们的心中憋了一大团火 为了释放心中的弄火 海盗们又来到了甲板上 肆意地朝天空冰箱叫香 试图将船员恐吓出来 而此时的28名船员 正偷偷地躲在隐秘的安全舱内 暗中观察着海盗的一举一动 等听到海盗的语言恐吓时 船长鼓励道 大家一定要稳住 不要害怕 他们看不见我们 我们之前就已经向总部请求了支援 祖国很快就会有人来救我们 通过船长的不停地安抚 船员们的恐惧心理也是渐渐平息 甲板上的海盗见叫嚣无用 便立刻率人寻找货船上的安全舱的位置 海盗们对货轮非常了解 他们认为船员一定躲在安全舱里面 在找到船员的藏身地后 海盗先生威逼利用 声称只要船员配合 他们就不会伤害性命 只截取钱财 但我国船员的意志力坚韧不拔 绝不开门 海盗见状便展现出凶神恶煞的一面 拼命地对船舱和窗户进行敲杂 同时不停地用斧头砸击铁门 自此期间 海盗还不停地对安全舱点的船员进行言语恐吓 船员们的身心受到很大的考验 就这样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安全舱周围的四处舱门 全部被海盗破坏 深藏在内的所有船员也因此暴露无遗 最后 得逞的海盗将枪口对着窗内的船员 另起打开玻璃窗门 无奈 船员只好凡凡照做 集中起来 围惧在货轮驾驶台附近 得意洋洋的海盗 见面就对28名船员全脚相加 在释放完心中的怒火之后 海盗便开始逼问谁才是船长 但船员们非常有默契的一声不吭 海盗见逼问无果 又准备对船员拳打脚踢 船长不忍心看到船员受折磨 昂手挺胸的站了起来 并表示了自己的船长身份 随后 海盗便逼迫船长 让其率人恢复货轮电力 并驱使祥华门航向索马里海盗区域前进 那里是海盗的老窝 若真的进入索马里海域 那么28名船员的近况 无疑会更加危险 为了确保船员的安全 船长不停地同海盗周旋 在保持镇静的同时 也在不停地思考着应对措施 紧接着 船长带领着四名船员 假借修理电力设备之名 实则尽力为援军拖延更多的时间 4月6号下午1点左右 船长赫然发现在货轮的雷达上 发现了两艘船的信号 并且他们的速度都很快 前进的方向正是降环门号的位置 船长心知 这是援军即将到来 信息立马大增 虽说援军正在路上 但当下的问题是 他们并不知道海盗的具体情况 如果将信息传播给援军 这无疑能让救援成功的几率大大增加 船长撑着海盗外出透气的间隙 紧急向援军汇报了海盗人数 及武器等情况 由于海盗的监视十分严密 所以船长并没有很多时间 匆忙汇报完之后 就迅速挂断了电话 此时 海盗也相继发现了前来的人军 随后便立刻向伊朗的军舰叫嚣 并拿船员当作人质威胁 等天下午三点前 海盗与伊朗海军一直都处于僵持状态 为了防止伊朗海军的远距离打击 海盗甚至十分可耻地 逼迫所有船员充当挡箭牌 除了需要驾驶货船的必要人员之外 其余的所有船员 均是被威胁以双手高举或爆头 围战在驾驶舱的玻璃面前 用来防止伊朗海军的子弹射击 下午五十左右 伊朗海军开始对货轮无关紧要的无人区 进行威胁性开火报告 直升机也盘旋在货轮上空 因为海盗与伊朗海军差距悬殊 所以他们不敢与其正面冲突 只好对空放枪 轮机长也在此多留了一个心眼 在货轮主机设置了两个故障 等到设备一停转 轮机长就带领着四名船员立刻跳海 朝着伊朗海军的军舰游去 海盗舰撞瞬间大怒 立刻对船上的船员全脚相加 让其马上恢复机器 船长见此惊醒 也是挣脱海盗的控制 一跃跳进海中 朝着伊朗海军快速游去 海盗立马慌了神 没了船长 机器也就无法顺利恢复 他们只能在原地等待制裁 最后伊朗海军乘胜追击 对海盗进行火力压制打击 海盗的心理也是轻刻间土崩瓦解 纷纷气象跳海举手投降 至此 江华门号28名船员全部成功获救 在事后采访中 船长代表全体船员 表示了对祖国以及伊朗海军的 由衷的感谢 霍伦公司也是对 祥花门上的每一位船员 都提出了表扬 他们在面对危险时 沉着冷静的精神 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船员们转危为安 凝聚了我国和伊朗各方 坚持不懈的努力 同时也展现了我国船员 不去金钱 不畏生死的精神 现如今随着祖国实力的 日益强大 身为中华二女 无论身在何处 我们都可以骄傲地说出那一句 我们有一个美丽而强大的祖国 我骄傲 我自豪 身无炎黄 欲我华夏 待之有为 必报中华 点个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